我们来到我们最后一晚的酒店了 其实这里真的很偏僻 不过这里是很近海的 在布吉岛的最南面 最下面的位置 这里就是酒店的网址 一直直望就是一望无尽的大海 看到这个景已经觉得我们没有乘坐酒店了 真的超级漂亮 这间酒店就是位于布吉岛南端的My Beach Resort 也是一间五星级酒店 一坐下就有一杯非常难喝的Welcome drinks 另外职员也有和我们简介一下他们的SPA 以及酒店里面其他活动的时间表 到了我们的房间了 今次因为想有一个无敌大海景 所以就选了这间顶级开放式客房 这里的房间真的不算很大 只有517尺 不过胜在这个景色 这间房是位于酒店的最高层 所以看上去景色就更辽阔更漂亮 另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这个户外的按摩浴缸 好了 看着这个海景浸浴真的非常寂寞 不过在雨季的时候 昆虫就真的很难避免 每次都看到不同品种的昆虫等着我 值得一赞的就是这间房间的私隐度也算高 除非在海中心望上来 不然也很难看到我们 一进门口的左边就是浴室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的浴室非常之大 特别是个淋浴间 差不多占了房间的五分之一左右 另外这里无论是去厕所还是洗澡 都是看着外面的海 这间房的浴室也算满意 而且设备都齐全 不过它的玻璃以五星级的质素来说 真的很多水积 有种不太干净的感觉 这里是可以看到有些岁月的痕跡 其实这间酒店都比较够的 整体来说我都觉得不错 尤其是景色 不过位置上就比较偏僻 房间上某些设施就比较够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看一看 在房间走出来 右边就是停车场 左边就是Lobby 和其他设施的位置 去健身房 浪海 都挺正 但这里很臭 一直沿着楼梯走下来 就可以看到沙滩和泳池 这里左右两边都各有一个泳池 左边就是连着别人的医院 右边的泳池就是餐厅的前面 而这间餐厅也是第二天会吃早餐的位置 除了这一排沙滩椅之外 沙滩下面还有一排沙滩椅 不过那个就比较残疚了 这间酒店总共有77间客房 平时的设施都不算太多人使用 不会说很逼 算是一个比较小众而且宁静的选择 在我们入住期间都看不到任何一个香港人 在我们打算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楼上竟然有一个观景台 可以躺下在这里看日落 在旅程的最后一天 比我们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日落 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这里地点上有些偏僻 所以我们也免得再出去 在沙滩已经预先预订一些食物 看到有留言问我 怎样才可以在泰国叫foodpanda和grabfood 其实最好就有个泰国的电话号 我通常在深水埗买最便宜的一张都已经有了 之后的步骤就跟香港叫外卖一样 都可以用信用卡给钱 也可以选现金 都算是非常之方便 不过最不方便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很喜欢用胶袋装食物 无论是东阴公也好 野饮也好 都是用胶袋装 每次都要搞一大轮才有得吃 今晚的第三餐外卖 是Burger King的炸鸡 这个是东阴公味炸鸡 早晨啊大家 一起床就看到这个无敌大海景 加上今天的天又特别蓝 所以真的超级美 我们出发去吃早餐 刚才下了一阵鱼 不过现在已经停了 这间酒店的早餐就是这样前后两排 种类都OK丰富的 除了普通西式的东西之外 还有泰国的青咖喱 我自己都挺喜欢这个泰式的猪肉粥 在不少酒店都有提供的 最重要就是加很多的油葱酥在上面 这样就会更加香了 来到他们的Egg Station 这里有一个咖喱蟹的Egg Bernadette 不过我也是选择普通鸩蟹就够了 在这里看着海 吃个早餐也是挺写意的 整体来说都很满意 除了游泳之外 酒店还有提供直立版 和凯一的租借服务 每个住客都有一个小时免费的 另外还有羽毛球 排球等等 就算全日留在酒店都不会觉得悶 这里有这个透明的独木粥 但好像没有人会救我们 不知道怎么回来 是时候checkout离开酒店了 我们的第一站又来到Central Phuket 当然是为了这个陌养猪手饭来 除了猪手饭之外 我们今次还叫了一个猪手面 一样都是好吃 吃饱之后 就过来吃DQ冰淇淋 都是同一层的 今期限定榴莲糯米椰汁冰淇淇淋 而且不是香精那種 冰淇淋都非常酷 值得一試 下一個目的地 我們就來到巴東這一邊 渣渣下發現有個小型的夜市 終於讓我們看到 這裡有榴槤買了 還要只是70匹一公斤 見他小小就想買一個來試一下 我們這個只是120匹 不過開榴槤的過程 就有點驚險了 甚至還多了幾個人來圍觀 開了10分鐘左右 終於有得吃了 我們竟然得到的是這兩盒 果肉 鱷子比肉更多 果然便宜的 真的沒有好 走前多一點 就是我們第二天吃過的牛肉麵 如果想找到這裡 就可以在The Nature Phuket 這間酒店對面 如果想看詳細的食評 就可以看看 布吉治加油的第二集 吃飽之後 我們就決定來走一走 BIGC 看看有沒有手信可以買 不過最後發現 原來機場裡面還齊款 如果大家想買豬肉乾那種 就可以去機場禁區買了 開了差不多1小時 終於來到機場附近了 我們打算入油 吃一點東西才上機 所以就決定吃這間 在油站旁邊的Texas Chicken 在吃過泰國的 麥當勞 KFC Burger King之後 我正式宣佈Texas Chicken 是最好吃的 它的炸雞非常脆 完全不會乾 而且它的調味也非常棒 入油之後 就來還車了 因為我們過了8點 他們的營業時間 所以這裡是沒有任何職員的 自己拍好車之後 拿著車時 就可以去檔檔放下 不過也要提提大家 可以拍照或錄一錄片 去保障自己 而我們最後 沒有被人扣到任何Deposit 非常順利 好了大家 我們這10天的自家遊就正式完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